新赛季的巴萨有着强烈的拉丁美洲特色,巴尔维德的阵容中原本就有拉丁球员,接下巴萨又引进了几位南美球员,在巴萨监狱牵下智力中场大奖彼达尔后,一线队一度有多达8名的拉丁美洲特色。 不过哥伦比亚的米内刚刚被送走,在惊吓的准会市场中,巴萨引进了三位南美球员,他们是巴西的埃图尔、马尔科姆以及前面提到的比达尔,而在今年1月份,巴萨还引进了巴西球员库蒂尼奥,此前巴萨队内就有梅西、苏亚雷斯和拉贝尼亚这几位美洲球员,这些球员将帮助巴尔维德组成豪华的攻击线。 过去的几年里,这些球员都表现出了很高的足球水准。 事实上,巴萨的进攻阵容,基本由南美球员组成,外加一个法国的登贝莱,除了梅西和苏亚雷斯之外, 苦地尼奥和马尔科姆都有很强的进攻能力,苦地尼奥经常在左右那些后射门,而马尔科姆在右路的攻击力也很强。 巴萨、阿根廷、乌拉归和智利,是为巴萨提供了球员的美洲国家,而巴萨球员数量最多,达到了四人。 巴尔维德在前场拥有豪华的阵容,俱乐部为他准备了一笔财富,球队可以依靠这些球员。 古地尼奥是俱乐部历史上最昂贵的千军,巴萨为他向利物府支付了1.6亿欧元,而在2014年夏天,巴萨也花费了8100万欧元引进了苏亚雷斯,本文来自新兴新手,创业加系授权发布,略定编辑修改,版权为作者所有,内容仅代表作者独立宫典。